好 每天下午記得要打電話進來喔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關注阿富汗的議題 阿富汗塔利班呢 現在他們說要成立一個阿富汗酋長國 就在拿下了首都喀布爾之後呢 機場內外就爆發了逃難潮 甚至有媽媽呢 把小孩從這個鐵絲網丟進去機場 就希望呢 有人把他的小孩帶走就好 他走不了沒關係 一直到昨天晚上都是持續的混亂 而且塔利班之前說好的 會尊重民意 然後呢不會傷害平民百姓 看來恐怕不是他們所說的這個樣子 因為呢有民眾就拍下這個畫面 塔利班戰士呢不只是開槍 甚至手上還會拿著一些武器 像是戲邊還有長棍 來痛歐那一些 一直要往機場裡頭擠的民眾 最新的消息呢 喀布爾現在開始要實施宵禁 晚上九點鐘之後 所有人不得外出 塔利班戰士站在機場圍牆 不斷對民眾開槍掃射 小女孩放聲大哭 爸爸用力捂住他的耳朵 大家只能捂住奔逃 喀布爾機場至今人擠滿逃亡的人群 竭盡所能想要逃離阿富汗 為了阻止大家湧入機場 塔利班十九號控制住通往機場的道路 民眾少有不配合就開槍 多人被子彈打傷 塔利班十九號在推特宣布 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高階成員說阿富汗不會是民主國家 可能採取執政委員行事 依照伊斯蘭律法治國 最新消息指出 塔利班已經在喀布爾頒布宵禁 禁止民眾晚上九點以後外出 女主播要去電視台上班 居然被擋在門外 她透過影片向外界求救 說自己生命受到威脅 克布爾多家美容院老闆 趕緊用油漆把店外的女子照片塗黑 就是不希望因此引來殺機 記者綜合報導 那麼其實美國受到質疑 主要也是因為說好的是撤軍 大家原本以為是非常和平的 結果沒想到現在呢 塔利班整個已經接管了 首都的喀布爾之後呢 很多人想要逃離阿富汗 跟著美國的軍機 所以呢在前幾天 新聞畫面都看到了 很多人爬進了起落架的機艙 結果起落架收起來之後 很多人不是從高空墜落 就是活活的被壓死了 那麼現在最新曝光的 發生罹難遺體卡 在起落架上的呢 有多名的罹難者 那麼其中大家發現有一名呢 是身份19歲的阿富汗國家青年隊的足球員 安瓦里 那麼阿富汗的體育跟運動部呢 已經在臉書證實了 他不幸罹難的死訊 另外呢 塔利班呢 宣布說他們要建國了 而且呢 這個時間點就是8月19號 成為他們的獨立紀念日 而且呢 他也宣布說未來呢 沒有所謂的什麼叫民主喔 因為呢 塔利班要用伊斯蘭教法來治國 那麼照片當中的這一位呢 其實也算是阿富汗的女權代表之一 他曾經是阿富汗女子足球隊的隊長 他也是女權運動家 當時呢 他也敦促足球員們 最好呢 把自己的這個社交媒體啦 公開的身份啊 都刪掉 而且呢 最好燒掉曾經的球衣 因為他們很怕 塔利班會不會回過頭來 找他們算賬 另外呢 網路啊 曾經有很多的這個消息啊 傳出來就是呢 在這個畫面當中 我們看到的 塔利班一直說呢 他們變了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塔利班會不會只是2.0 說一套 做一套 說好的 不會對平民開槍 但是呢 很多媒體都記錄下來了 在阿富汗 喀布爾 根本就是槍聲不斷 而且呢 有很多流血的場面 也被媒體捕捉到了 現在呢 阿富汗的政權 未來到底會怎麼樣呢 阿富汗還是有很多的民眾 急著逃命 而對他們來說 唯一能夠逃出 阿富汗的出口 就是喀布爾機場 希望能跟隨各國的撤離的軍機 一起離開 有一名英國籍的男子 他說好不容易呢 逃離了 這個阿富汗 跟著這個飛機 到了德國機場 他才心有餘悸的 說當時在機場 他的感受是非常的可怕 他很怕自己就要活不下去了 因為槍聲大作 而且呢 很混亂 到處都是催淚瓦斯 我都說說 他們有槍 他們有槍 他們沒有選擇 只要從那裡移動 所以我明白 這次有打火 所以他們一人就被我 進去 我真的在哭 好 現在阿富汗更可怕的是 他們現在分為了兩派 原本執政的 現在副總統跳出來了 說他們要成立一個叫做 反塔利班的组织 要跟塔利班杠到底 那么现在另外一派 当然就是以塔利班为首的一派 尤其是塔利班宣布 在阿富汗建国了 但是未来呢 恐怕分成两派 会更加的混乱 在阿富汗北部有一个 旁极下山谷 现在呢 以前的前副总统 他说他现在是代理总统 叫做沙雷 他就投书了美国华盛顿邮报 说呢 圣战士对于塔利班的抵抗 要正式开始了 但是他强调说 他们需要更多的协助 更多的武器 更多的弹药 难道是前阿富汗政府军 又想要跟国外要更多的钱 更多的补助 更多的武器了吗 国外现在还会再继续挺他们吗 那么现在呢 沙雷宣布他自己成为 阿富汗的临时总统 跟塔利班完全是分成两派的 现在就是一南一北这样的一个状况 据说呢 他们现在隐藏在 旁极下河谷 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难攻 一手难攻的一个地方 未来塔利班如果想要攻陷这个地方 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么联合国呢 是从今天开始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国际人员 从阿富汗呢 撤离到了临近的国家哈萨克 他强调说联合国呢 承诺会留下将在阿富汗人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 那么现在呢 阿富汗的困境啊 除了说很多人想逃之外 甚至有人呢 爸妈很着急 直接把小孩呢 从这个围墙丢进去 这个机场里面 希望有好心人帮忙 他不要走 但是小孩帮我带走 这个画面可以看到 在机场 大家捂着耳朵 因为呢 到处都是枪声 街头上 大家都在窜逃 因为塔利班来了 现在1400万人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危机 除了疫情之外 就是饥荒了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阿富汗目前的冲突呢 是三年内啊 遭遇第二次更严重的旱灾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 现在呢 已经是一个灾难的部分了 很多人根本没得吃 农作物的损失超过40% 就连呢 养这个鸡啊 鹅啊 这种养牛啊 家畜的养殖啊 也深受打击 那么现在随着塔利班的进攻 很多人根本呢 有家归不得 世界粮食计划署呢 在今年5月份 开始替400位阿富汗人提供援助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那么在中国大陆 怎么样来分析 阿富汗目前的形势呢 环球电视网CGTN的主持人 在19号专访塔利班发言人杀新 那么塔利班表示呢 未来他们要设立一个叫做执政委员会 由塔利班的领袖来出任新政府首脑 然后他们说会搭配非塔利班人士一起来组新政府 一种是一种团队的 现在我们有 您提到的 另一种是 阿富汗的政府 我们想要含着 一些人 阿富汗的 人物 這個國都在看 甚至阿富汗人也在看 塔利班到底會不會真的有所改變 塔利班公開宣布說 他們對於任何人的私有財產 是不感興趣 也會保護人民的生命與財產 但是是否是官方說一套 塔利班人做一套呢 根據媒體報導 塔利班說他們會挨家挨戶的 拜訪民眾 提醒大家儘快的上班 恢復秩序 那麼現在的阿富汗局勢 到底是怎麼樣呢 從媒體報導 跟塔利班發言人所說出來的 明顯是兩派說法